嗨,大家好 我是是古风男 CLEC的播报员 今天 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位来自台湾的投资学员的故事 这位学员在2022年面对了许多挑战和机会 并以乐观的态度抓住了每一个机会 获得了惊人的投资回报 更重要的是 他能够把我们所提供的资讯融入自己的行动 这才是真正的学习 以下在这封来信中 他分享了自己在2022年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没有一字改动 尊敬的James老师 我真心向您问好 并祝福您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作为您的信徒 我希望能与您分享我在过去一年中所经历的事情 首先我要提及的是2022年 那一年对我来说充满了挑战和机会 在2021年12月 我听到了关于Quack的投资机会 并在2022年1月做出了大胆的决定 全力以赴的投入市场 选择在股价高点进行投资 为了坚持不卖出这些股票 我决定将它们质押起来 强迫自己无法轻易地进行买卖 我不断寻找资金加码投资 只要有钱就买入股票 同时 我也深入研究了一些较少人理解或讨论的主题 像是Buy Burrow 在他的Reach for Texas所提到的内容 这些思考激发了我的创意 并对我的投资策略产生了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 我依靠每个月的薪税还款 只要有多余的资金 我就投资0662股票 随住股市的波动 我开始利用信贷全力以赴的买入股票 我甚至将股票质押 借取了15%的资金用于购买股票 我坚持着买入而不卖出的信念 让我的资金持续运作 努力追求获利 到了2023年4月 我终于看到了一些获利的曙光 然而 由于市场的波动情况 我开始无法继续低价购买股票 因此我做出了一个决定 改为定期定额的方式进行投资 由于股市获利丰厚 我能够稍微将一部分薪税 用于家庭旅游的开销 让家人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我也附上了这周家庭出游 在台北京华酒店度过的端午节照片 这次旅行对我而言是一种朝圣的感觉 最后 我想分享一点 我从James老师那里学到的经验 只有想不断学习才能找到答案 只有行动中才能获得真知 在实践中 我获得了一些验证 并形成了自己的体悟和做法 因为今年真的有赚到钱 所以在向朋友推广CREC的方法时 我稍微展示了对账单 引起了朋友们更积极的兴趣和意愿 我深信 只有自己一个人便富有事不够的 当大家一起致富时 朋友们之间才能轻松分享生活的乐趣 这就是我在2022年所经历的主要事情和经历 我非常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并且愿意每周指引我在这段时间该走的道路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要听取更多故事 请随时与我联系 我期待着您的回复和宝贵的建议 衷心祝福您健康快乐 您的晚辈 信徒与推广者 以上是我个人的经历 Charkov的编辑 AI是一个巨大的科技进步 然而也会让人陷入更辛劳的工作中 指数成长的工作要求 如果不懂投资 那将陷入无止尽的老鼠龙中 分享以前上课时 授课教授的一段感慨 工业革命原本是希望 极由机器能将人类从老物中解救出来 然而实际上人类却陷入了 更长工时的工作模式中 计算机革命 互联网革命 AI革命 再再将我们的脚步变得更匆忙 当然也将会是QQQ不断推升 突破前高的动力来源 很庆幸能遇见CLEC James老师您 我想我会很幸运地在10到15年后 从工作老物中获得财务自由 愿助有福者皆能听闻您的福音 以上是一位投资学员的 个人成功经历分享 非常的感谢 让我们一起期待 未来的财务自由和幸福生活 在忙碌的科技时代中 投资是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很幸运能遇见CLEC和James老师 相信在未来的10至15年中 我们都能从老物中获得财务自由 愿助有福 非常感谢James老师对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在忙碌的科技时代中 投资是实现财务自由的一个重要途径 我们应该持续学习和努力 以达到我们的目标 让我们继续努力学习 勇敢面对挑战 相信我们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 或需要进一步的协助回答 请随时向James老师寻求帮助 祝福你在投资之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 播报员 古风男